大家好,我是Miss Carol 怎样可以令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又快乐,又自信呢? 我本来都是一般的妈妈 会指责,会批评,会骂她 会埋怨她做得不够好 但是,后来我自己想通了 我今次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最底的层次就是生理需要 之后就是安全感 这些是在我们小朋友0至6岁的时候 我们就要给他们的了 即使成绩不好,我们不要给他们那么多压力 老师又对他有期望 又会打电话给家长 我就试过很多要求他们 期望他们可以得到学校的要求 一层一层的压力 其实是很不健康的 小朋友是他的弱项,他是做不到的 他数学是他的弱项 他去了很多很多的步骤 还有一个朋友是一个退休校长 免费帮他保证 单对单 但是,都是在局尾 因为他没有兴趣 我们帮他 他够分数合格就好了 其实每个小朋友都喜欢学习 我们要帮他找出他热爱的东西 把我的精力放在他的强项 他有无限的信心 他又会做得很开心 这样才可以实现他自己 第三,我们要支持自己的子女 我小小的时候 他想做巴士司机 我带他踏不同的巴士路线 他要一些巴士玩具 我又买给他 有些模型都挺贵的 他在高小的时候 他又说想做神父 他就去网上找很多神学的知识 教会的资讯 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就是因为这样 他的英文进步神速 他英文没有去补习的 第四样东西 我们要多些赞美小朋友 很多中国人的家庭就说 小朋友不赚得的 为什么小朋友不赚得 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思想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不开心 因为他们天天听到的是 埋怨、批评、扎麻、甚至打 我们要欣赏他努力的过程 家长尊重他们 他们很难是不成功的 因为现在尤其是这个年代 他们想学些什么知识 根本不需要老师 在网上就学到 第五样就是家庭里面要和谐 夫妻关系要好 如果父母常常吵架 指责对方 小朋友的心情都不漂亮 小朋友心情不漂亮 又怎会读好书呢 如果小朋友是单亲家庭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你们真的和你们的另一半是分开了 你们想你们自己的小朋友是成功的 记住不要在小朋友面前 说你的前妻或者前夫的不是 你们的关系虽然是断了 小朋友有权力去接触他的爸爸或者妈妈的 不要抹拆他们这个权力 我见到有离婚的朋友 他每个星期都会安排 女女和爸爸见面 在爸爸那里过一晚 正在回来自己家 结果女女是很成功 好读书好听话 记住不要让小朋友对前度有不好的思想想想法 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和学习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拜拜 下次见